但是目的地是哪里呢 这个圈形他们选择了直撞小垫 这是一个经典的打法 是的 这边落位Forever先被放倒 这边龙渡雪雪一波滑车 这边栏杆大散但是还是被接了下来 当载具旋转的时候 Ebiza的准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只剩下P个男 就剩一个了 上一场就是这个有撞点 然后呢出现了一点问题 是的 那这一场的话好像也是出现了同样的影响 一个问题就剩最后一个了 而另外一场DSS也来了 怎么说呢全面打起来 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有得分的机会的 然后随着圈形的移动以后 你再通过这个排山排水 你去推测决战胜圈大致位置 然后在关键圈形做出一个果断的抉择 命去搏 就会 就会有点风险吧 因为这种战斗就是跟road点是差不多的嘛 你很难预测这个战斗的结果 除非我今天经过观察 我把那个地方人赏 我给他顶了 那就OK对吧 这个是合理的 圈中心的一个位置 来了 这波想从底部找一些机会 但是灰灰这波静点的一个接架 两边试探了很久 小灰灰上周表现非常不错 这边看我们速度是大幅上涨 是 全要合了 吃亏了 这波掉了一个 队友这个包被吃干磨尽 泡泡一发手雷 将人给炸倒 这边的话 红后的 观察得非常仔细 感觉你人少 把你干了 哎 入了这里 没想到房子外面 外面小房子居然还有一个直接被连打逮捕 赤独狼想扔雷 近点已经过来了 就在自己的脸前 这样的一个距离都能听到对方的脚步声 直接往里灌火灌雷 看过点 哇哟 打了一个 是的 皮肯南这里 哇 力挽棚蓝 打了三个 没想到 这不确实没有想到 但这个雷他有点难躲 这个雷有点难躲 炸到了 这个雷真的有点难躲 哇 HQ血亏 不然这波其实接NUIP还有点机会的 对 直接被全部带走 NUIP 接盘成功 一瞬间所有的队伍都进圈了 你发现没有 是的 你这个圈再不进的话就毛的打了 水域太多了 等于提前给了一个圈形的判定 Peril绕到了这个海 放到了M200 大殿内部的战斗非常的激烈 而且地形极其复杂 这个大殿现在改过 车辆把队都喊过来 合了一下 星星都过去了 想找个角度 好 艾伦斯这个栓鞠 将人给放倒 这边都属于这个圆点的摩擦 王之龙被捕了 他拉得很前了已经 是的 他这边吃到了星星就过来了 没人啊 他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艾企整个那边放空的 应该是反 补的反应太快了 想拉出来看一下 队友也是提前 就给了烟但是没有来得及拉 还能修到 这个好刁钻 我感觉这样打迟早要被修死 完了完了 哇 又被修了一个 明刚也是一枪被一枪大残的 很别的 因为 这位置你看就是 对方肯定会无限穿 你试试看 因为就是能穿到 确实能穿到 过点被放倒 老橘 哎呦有雷 悟空打了一个 许神被补掉了 背身 龙斯科 还好反应快 老橘 漂亮老橘 精彩的一穿三 没想到吧 今天上场前还有人说 老橘一个替补 补子 因为他们头顶是自己人 所以说也没事 但是I7目前的站位不妨撞啊 嗯 他这边站得很分散 GFI 好到这个坑可以停一下 哦他就一个人过来 队友还没有过来 看这边能不能牵住 哎呀完了 龙斯科还是顶啊 那GFI怎么说撞吗 还撞吗 来了 这只能撞 完了 又打一个接车了 我又开工 银车飘移 哇撞下来了 老Summer一穿二 你甘心 可以拉 诶 有个可以拉 但是Nu Happy 好像是越过马路 要过来清这个坑 我突然间理解了 为什么Summer上一把会选择 这一波干拉是硬过马路来打 这都给他找到一个得分的机会吗 但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说真的 嗯 不是Nu Happy 我就想问你去凭什么 知道烟雾弹里面有人舔了一个雷 直接扔过来 逼你出来 先把人补掉 哎这个头还是被K了 被花生给K了 还没找到 在烟里 马上散开 哇 有Summer 哎呀最后这一波 第二波没压住 真的 给Summer一个掩体 我感觉他要教育一下这两个小弟弟 猛啊 就没有掩体打有掩体 直接把换神给秒了 正秒 哎这边天鹿小鹿给命 天鹿在底部小鹿给命四个人 先被打了一个 哎这波炸又打了一个 正面扛跑得住 差一枪 可以 啊守住了 教阳我来不及 赶紧进圈了进圈了 进圈了 什么 这么感人 天 不给分 哇塞你这是 这波做的有点 很过分啊 非常过分 还觉得自己也跑不掉了 是的 OK 也可以 OK 真狠 这波最主要你攻不进去的话 你到这个小 完了完了 他不知道 这波被穿了 所以说再强的队 他也会有不知道信息的时候 是的 对不对 看来我高估他了 这个时候其实Train已经刷了 如果有满边 可能选择会更多一点 对 他管这个时机来 应该是有机会过来的 是的 这里天鹿选择撞击悟空 四防这个位置挺难攻的 因为是两个别墅楼 防心比较打得比较磨叽 落地先把博梁放倒了 琦琦身上烧着火 催击要被炸倒 哎 琦琦被车碰瓷了 他想救人的 他被碰瓷了 唐一瞬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幸好这个零水 空气斗智斗勇 琦琦在炮流 这里要接CDG 炮炮已经被补掉 大残 被林墙架架放倒 还好在燕里 燕里可以拉一手 强行拉起 隔马路 去跑 这样的话CDG的位置有点尴尬 因为等会DSX出来的话 可以看到CDG 就石器这边如果浮起来的话 这把石器 机会还是挺大很疼 很难不吃鸡 对 又是个吃鸡味 但是以CDG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已经很难做到这件事情了 对 他主要背身会被打 他没办法 小店出来的人一定会打他 CDG已经很难打了 他第一时间就撞石器 可能还有点高头 Perry还活着 你说这个时候这个坑的价值 就真的就体现出来了 对 刚刚确实是真的来得有点早 哇这波轻掉了很快 就给八分鸟上 现在石器出来 来守这个小店围墙 这时候Perry拉出 我想拿一些分数 DSX很急于过这个围墙 但是侧翼有枪线 冥了一个手雷 豆子倒了 再给一颗这个雷 再来 有机会啊 再炸一个啊 希莱夫特 炸掉了一个 那 撞出来就成了一个残鞭 石器这波接的话 应该是很轻松的 Perry也想多拿分 你说这波如果不要是个满的 满边的话 就真的机会还是有的 哦漂亮 黄一鸣 嗯 拿三个淘汰 分数都拿到了 是的 也还可以 但是这边石器倒了一个 嗯 不过DSX的人应该全部挂了 所以没事 直接扛 他这个地方吃到了切角 嗯 他就等着打决赛圈了 这把最后应该是石器跟Perry 打这个决赛圈 有悟空跟天霸都已经不带圈 一波 天霸冲啊 这个防区先贴过来 以他为掩体再做一个过渡 今天知道有人吸气很全面 两个人已经贴了过来 不知道小凯打不打得过 哇他没有投掷物 只有七颗烟 而且这一发手雷直接将人给带走 灵术精准的手雷 不愧是我主队 哎呀 这什么 七七的这个倒法怎么那么奇怪 又中了燃烧的汽油桶 我受不了了 他怎么这么没啊 这个人 因为刚刚是悟空是在防守 所以他做了很多技能了 所以告的V有老婆 虽然 我刚刚说他虽然不又在撩妹了 但是这个技能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领数不给分了 四打二 过来支援了 开手好像没雷了 刚才已经全程完了 说个苏九都来了 这个雷炸了一度丢 啊 李扣斯 被对倒 苏九换了喷子 这是给机会了 喷子要怼脸了 这个火烧到了 再打倒一个 苏九二打二了 小吴迪在加枪 他没有想到复发车 加上那个星光晶天 幸好时机兽是顶住了 这一波黄一鸣冲过来 想要抓时机兽 我懂了 我懂了 小鬼跟苏九都在给时机兽舞台 最后还得靠老板呢 二打一 哦 很精准一枪 好的 恭喜时机 小杀吃鸡